椅子齐身测试,长者双手勾收,完成连续起立测上一次。 1、2、3。 长辈针对延缓失能的六大功能指标进行评估, 结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图像,配合四种不同语言的语音功能, 方便不是自己阅读困难的长者, 且透过资源地图的整合,方便查询居家附近有提供运动及营养课程的据点资讯。 这是国建署推出的健康好朋友, 进而促进长辈个人身心功能健全,延缓失能。 我建设提供这个长者梁六立, 这用起来呢,它实在的方便, 如果他得以后说什么感想没有, 比如说50个字, 他抓得住我,我抓得住他, 怎么讲呢? 因为这个长者梁六立呢, 设计出来非常简单, 抛作,所以他只会抓住我。 里面呢,所有解释的部分呢, 包括有文字,还有动作,还有违并, 这些东西呢, 让我们长者呢,开始使用的时候呢, 重复的看,重复的做, 他就很容易学习到, 而且呢,东西呢, 它们还只是一项主力的, 里面有很多项主资料, 可以运用, 包括刚才讲的有六立, 对,那这个东西呢, 对我们老爷爷来讲话呢, 如果是老师呆在家里的话, 真的记得会带推, 那不给大家知道, 我今年起始学, 那我也是一个太后感动运动, 所以说运动呢, 才能保持你的肌力, 所以呢, 我是希望呢, 在这个各位呢, 参加这个, 知道这个讯息以后呢, 回去尽量把这个讯息呢, 可以有亲朋, 还有分享, 让越多人呢, 如果参加这个, 长者梁六立, 自我评估, 不担心, 年满65岁以上长者, 每三个月, 或自觉身心功能状况衰退时, 可以运用长者梁六立, 赖官方账号, 进行自我检测, 并掌握自身状况,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, 台湾是高年化的社会, 可是高年化的社会, 大概在四年, 有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事, 长者, 那我们常常呢, 跟小费聊天的时候, 聊聊, 听不听, 听不听不听, 然后就老了, 我们常常听他讲, 就老了, 但是我们都把这些功能的衰退, 当成理所当然, 可是事实上呢, 这些功能的衰退, 我在这里一边上, 它是可以预防的, 可以颠缓, 所以其实大家来正式, 不要一直觉得年金长了, 年纪大了, 就什么都该弱化了一点, 所以今天工人间准备的长者梁六立, 其实我没有参考世界卫生组织, 这个长者整合成功的六大功能, 那我们现在念一次六大功能, 包括认知面, 行动面, 营养面, 还有视力, 听力跟忧郁, 我们有六大面向, 那这六大面向,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乱坏的一个方式, 可以让长者或者是长者身边的家属, 都能够其实对他来做一些评估, 题目不多, 大概就是六大面向十四个题目而已,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知道, 我们到底有哪些功能, 有一些可以再提升的地方, 那在这个部分, 其实在去年, 我们其实就有做过一些试板, 可是我们发现说, 一来是, 也是COVID-19的影响, 那二来是, 一定要让长者去到医疗院所吗, 所以顾厂也指示我们, 你要让长者在家里都可以的呀, 所以我们就是去努力开发了这样的一个, 一个比较友善的系统, 那我在这边一定要再广告一下, 这个系统的三大好处, 一个是操作很友善, 一个是越南很友善, 那操作友善就是注册简单, 那大家就不用单单的问题了, 那第二个呢, 越南很简单的就是说, 一里头有知识性的, 有文字的部分, 也有影片的部分, 第三个, 查询很有善, 那查询的部分呢, 就我们有很多的社区资源, 或是相关的需要进一步转介的, 医疗院所的部分, 我们在那里头呢, 那每个一直不断不断的更新, 就丰富里面的, 可以查询资料的内容, 那从而还告诉我说, 这个内, 我自己也有加进去, 那这个方面里面的还有四种语言, 所以我们尽量会再优化, 那真真今天其实很感谢, 待会呢, 我们会有一个FAMO的一组家庭, 那再来呢, 就是待会我们介绍完, 真的很欢迎大家现场, 就拿起手机扫一下, 那今天晚上, 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, 跟你的宝宝好吗, 或者是爷爷奶奶见面的时候, 多了一个话题, 大家来聊功能评估, 好不好, 我必须跟大家说, 在目前台湾, 虽然远速度越来越延长, 但其实国际上更重视的, 其实是失能这个问题, 就是说我还没有失能的, 这个健康率能够长, 那要达到健康老化这件事情, 那什么叫做健康老化, 其实健康老化就是一个维持持续功能发挥的过程, 所以当我的年纪越来越大, 我一定会有一些人力的下降, 怎么样维持跟及早去做介入, 那就是被维持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重点, 那这个六例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, 那我背的方式可能跟大概不一样, 我们就从头部开始认知忧郁, 那接下来就是可以食重, 那也要吃得下, 那就是行动力还有营养的部分,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关系, 就是食品, 那其实这六个能力, 其实它这个是白兵的时候, 其实做过很多的研究, 把这六个能力特别指出来, 那这六例其实是互相都会有所牵引, 其实我们遇过很多的长者来, 他是认知开始摔退, 吃不下, 又没有体力, 那结果做一做评估之后, 后来都经过医疗院所解研, 那他是假光线的问题, 那经过改善之后, 其实发现慢慢都被回,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, 有一些是在医疗介入之后, 其实可以获得很明显的改善, 那制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, 因为我们在疫情中, 更发现一个问题, 就是说当长者来住院的时候, 或者他来到门诊的时候, 其实我们往回推, 他其实问题可能在三个月, 六个月, 甚至一年前, 甚至疫情发生的一年半前, 两年前就有点准备, 那这个时候在做介入期, 就会开始变得有点慢, 就会有点感兴起, 所以如果可以透过制评的部分, 那其实我们其实一般在医院里面, 我们去做病史的询问, 最能够发现的都是家人, 有时候我们问老人家, 就可能也记不太清楚, 但是问从旁边的家人来看, 例如说事件带来住院的病人, 我们就会问他今年过年时候的状态, 去年年底的时候的状态,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抓住一些, 一些富士马基, 那制评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, 我们有些居家的画点, 之前我们也有遇过, 就是他发现老人家开始认知, 变得很太好, 讲话很太好, 就后来发现是, 好像听力怪怪的, 那跟我们说这种看起来听力里面有点问题, 就算接着, 有个院族, 把里面的儿子跟一些小问题发言问题处理完, 一滴就恢复了, 认知功能好像也比较改善, 所以其实有很多是急性推出, 那我们如果提早成立, 老人家的退化就会变慢性性, 那国际府在这方面, 老人招集时已经投入很多心理,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资源地图等等, 其实这样的评估在过去, 在医疗院所在诊所在医院, 其实都有多类似的评估, 不过过去都是由健康照顾的评估提供, 所以问题又复杂度高一些, 所以很谢谢国际府这么用心, 提供做了一些调整, 让大家可以更简单的, 初步的筛检发现自己家中老人, 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, 在做没有LINE的应该很少, 那LINE这个的好处就是说, 我昨天跟同事在分享的时候, 就跟我说, 这个LINE以后应该要把这个长辈图, 做进来宣传一下我们这个平台, 就是大家以后打刀不可, 今天量用力的没有, 就是说这三个月定期会量用力, 而不是赖只有传长辈图的功用, 那大家在家中也可以透过LINE这个平台, 那彼此交流, 在询估里面分享老人家目前近期的状况, 那我想这样子及早的介入, 不管是医疗的介入, 或者是很多的社区资源的介入, 我想对长者的健康一定会有长期的帮助, 若自我评估发现异常, 可以查询居家附近提供长者功能评估的医疗院所, 请专业医护人员协助长者检视或评估异常的原因, 今早发现与治疗, 长者梁六丽, 久久够天空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